Hello 大家好 你们的科技苏回来了 今天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在专业相机和镜头领域 绝大多数情况下 高画质等于大体积 这几乎已经成为了大家 对于高素质大光圈镜头的刻板印象 而昨天 索尼再次用黑科技 打破了这一四位定时 发布了全新的 E卡口20mm f1.8G镜头 而它的表现究竟如何 是否对得起7,499元的价位 我们今天就来一块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只镜头的外观 拿到它我的第一感受就是 这也太像我手头的24GM头了吧 两只镜头在外观上 简直就是一个母子客的 无论是材质 手感 功能线分布 都如出一辙 当然 镜子标志的颜色不一样 重量和尺寸也小了那么一号 镜头表面涂层摸起来是那种 有细微颗粒凸起的磨砂触感 配合合金镜身 握持感非常优秀 反正简单的说 就是和GM系列镜头一样 摸起来就两份 高级 外观功能方面 无线接近GM镜头的设计风格 除了拥有对焦环 光圈环外 镜身左侧设有自定义按钮 和AF-MF切换开关 镜头右侧则设置了 光圈的有级无级切换按钮 这样我们在拍视频的时候 可以切换至无级光圈 精英调节光圈的同时 可以保持画面亮度的流畅性 重量方面 这只镜头延续了索尼一贯的 紧凑设计风格 保持大光圈的同时 镜身重量仅有373克 373克是什么概念呢 得益于小巧的体积 这只头安装在全画幅微单上时 视觉效果非常均衡 即使配合APS-C画幅的机身使用 也仍然和谐 虽然说个头小小 但是它内部的光圈结构 完全没有脱工减料 镜头内部含有两枚AA高级非球面镜片 和三枚ED镜片 从而保证在小巧体积的同时 实现专业画质 接下来我们说回镜头的外观 镜头前侧除了标注出型号 和67毫米的滤镜口径外 还标明了这只镜头 0.19米的最近对焦距离 在我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这只镜头在自动对焦模式下 它的最近对焦距离为19厘米 当你切换为手动对焦模式时 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可以缩短至18厘米 小于20厘米的最近对焦距离 说明我们还是可以在生活中 完成一些近距离的拍摄 并且加上广角视角 会呈现出近大远小的夸张视觉效果 比如一些电影中 他们经常会用广角去怼人物的大头 从而营造出一种夸张情绪的视觉效果 好了 关于它的一些硬参数 我们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想聊聊这段时间 使用下来的一些实际感受 一支20厘米焦段的镜头 我拿到它的第一反应就是 20F1.8 走走走 我们追几光去啊 那个最近最好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不太安全啊 那找个焦距拍星星 准确的说是最好不要出门 没错 作为一支超广角的大光圈镜头 我拿到它的第一反应就是 光光拍摄 但由于最近特殊时期 这个情况就显得比较尴尬了 简直就是 空有一枚星空之眼 奈何只能镜足家中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说外出有限制 但是Vlog没有局限啊 不就是镜足在家吗 小case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一般拍Vlog呢 是用α6400的机身 然后加上这支1018的镜头 然后这支241.4 GM和这支851.8 我会用它们去配合A73的机身 然后拍摄一些B-roll画面 于是呢 我就决定 这几支头我们都不用 就用一支20毫米F1.8G 在家拍Vlog来好好感受一下它 哈喽 早上好 你们的美妆素要上线啦 20毫米的广角镜头呢 在室内拍摄的时候 可以使室内的空间显得更大 即使是狭小的洗手间 拍出来也丝毫不会显得局促 即使光圈全开 中心锐度仍然非常高 现在呢 你们看到的是 我使用这支20毫米F1.8G 在自拍模式下 也就是大多数情况 我们拍Vlog的视角 20毫米的焦段呢 对于自拍非常的友好 可以看到更多周围环境的同时 也不会有过分夸张的机变 最重要的是 可以现在联想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顺便来测试一下 新镜头的对焦能力如何 可以看到画面中的我 即使面部佩戴了口罩 前后移动的过程中 焦点仍然非常精准 迅速地锁定在我的脸上 我们再来看看路屏画面 可以看到我在画面中 不论前后左右移动 焦点都非常精准 锁定在我的面部 再试试遮挡物 嗯 对焦速度非常快 完全没有拉风箱的情况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远近焦点的切换 这个对焦速度 应该算是相当的迅速了 说起拍日常Vlog 怎么能缺少美食环节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美食酥出场 给大家带来一道 番茄鸡腿子 哦 不是 应该是给大家看看 20毫米F1.8G 拍食物的效果 嗯 没想到著名风光选手 拍起食物来也很给力嘛 不过咱也不能光顾着自己吃对吧 主子的食物也得照顾一下 不能出门的我可算是逮到机会 体验一下猛宠博主的乐趣了 接下来呢 给大家欣赏一下广角镜头下 我们家狗子的美照 来 让我们放大四倍 到了晚上 终于轮到科技苏回归了 画面中的场景 我把家里的主光全部都关掉了 只留了一盏小小的台灯 可以看到新镜头F1.8的大光圈 进光亮大 即使在暗光环境下 仍然可以拍到干净的画面 好了 以上呢 就是这段时间 我使用索尼的这支 20毫米F1.8G的一些感受 我个人呢 是觉得这支镜头 除了在拍摄风光大场景 有着优秀表现之外 也非常适合配合全画幅机身 作为日常Vlog拍摄的主镜头 毕竟嘛 F1.8的大光圈 加上20毫米的超广角 再加上轻电小巧的体积 虽然说镜头本身并没有防抖 但是配合有物理防抖的机身 抑制镜头 基本上可以完成 日常所有拍摄Vlog的需求了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给我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